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盘是下跌的190点 那最近很多投资朋友在问说 为什么美国股市大涨 台股涨不动 其实跟台币贬值有很大的关系 台币贬值呢 外资就是站站卖方 那外资一站站卖方呢 台股呢就持续往下跌 你看今天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呢 再度的往下破底 所以拖累整个大盘呢 又往下跌 但是今天大盘在往下跌的过程里面呢 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卖盘 所以呢基本上今天的下跌呢 是以台积电这个指数为主 那其他的个股呢 并没有受到因为大盘破底呢 而出现大跌或跌停板的现象 没有出现恐慌性的卖压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值得呢 去做一个观察的现象 那我认为目前这个行情呢 基本上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我说呢台股呢 它必须要突破十字均线 才会呈现一个比较 强势而且止跌直纹的走势 那十字均线呢 昨天我也跟大家讲 在什么位置区 那今天的十字线又往下移了 所以接下来明天的这个行情呢 十字均线目前在什么位置区 待会儿我要跟大家讲 那首先呢在解盘之前投资朋友 我这个聊天室已经打开了 我们直播这个聊天室已经打开了 所以呢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 你可以呢 现在呢可以传上来 然后我就可以帮你来做直接回答 好我们看一下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我们可以发现到 基本上 技术分析其实有比较重要的一个 怎么样去看这个转折啦 怎么样看这个转折 因为美国股市呢 这一波一直往下跌 拖累台股跟着往下跌嘛 但是我说美国股市 它即将要开始出现转折讯号了 那我说转折呢 基本上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突破 转折三要件 第一个突破 第二个回撤 第三个再突破 也就是说这里呢 我认为它会做一个突破 然后回撤以后再做突破 这里的走势呢 会跟前面走势不一样 我认为这里会做个突破的动作 也就是美国股市呢 将会正式出现 一个止跌讯号往上面走 这是我在10月19号 跟大家讲的重点 那后来我们看一下 10月24号到今天为止 就昨天晚上 你看这个美国股市 它是不是突破 回撤再突破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已经站回到月线上面了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月线是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之前我在节目上 一直跟大家讲说 转折三要线 我为什么告诉你说 这个月线非常重要 因为月线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 趋势的一个转变 你看之前这个位置区 这个位置区呢 你看它的月线 有没有出现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转折讯号 它月线站上去之后 月线开始翻扬向上 然后呢 它涨了一波上去了 涨了至少1000点以上上去了 所以NASA上一波呢 就从这个7月份 从这个地方 突破回撤 月线没有跌破以后 就开始正式的 往上面做一个上攻 然后直到它 跌破月线以后 当它正式跌破月线以后 就开始往下跌一波 那现在这个位置区呢 你会发现到 这个位置区呢 它又涨回到月线了 所以这个位置区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这个位置区跟这个位置区呢 非常的相近 所以美国股市呢 它有一波攻击波 它有一波攻击波 你后面呢 只要观察到月线 美国股市呢 月线只要没有跌破 它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攻击波 它就是一个攻击波 这是美国股市的观察 那其实呢 道琼的更明显 道琼呢 它符合转折 三要件就开始涨了 你看它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跌破月线之后 就开始一路往下跌嘛 那这里反弹不过月线再破跌 反弹不过月线再往下嘛 但是这里呢 它已经没有跌破 跌破跌 这里是做一个突破 然后再做回撤 回撤没有破跌点 再做突破 那再突破月线以后呢 就出现转折三要件 然后走一波上去了 对不对 那重点是 道琼呢 它就比NASA还要强 所以道琼目前为止 它的趋势是往上的 所以你要知道 目前呢 目前呢 我们道琼呢 包括像NASA 都是比台股来得强 比台股来得强 台股也没有出现转折三要件呢 其实呢 还没有 还没有 你看台股 10月21号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 它都还没有出现所谓的 你如果要 你如果说要出现所谓的转折三要件 你第一个要先突破嘛 那第二个回撤呢 不能破低点嘛 那这里一回撤破低点 就这个突破 是个假突破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它需要是先做个突破 突破以后再做回撤 没破 守住低点 再做突破 那就是转折三要件出现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主人跟大家讲说 一定要突破十四均线了 12959才正式的转强了 那你看一下今天 10月25号 你看它还是没有过十四均线 你看 有没有看到 它一直在十四均线下面嘛 它这里曾经突破过一次嘛 但是回撤它破了低点嘛 所以这个突破 回撤 它回撤失败嘛 然后再往下面跌嘛 所以这个地方 你最基本要做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先突破 至少要先突破十四均线 那突破以后呢 来回撤 回撤呢 没有破这个低点 再做一次突破 那就是台股的转折就出现了 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萧威林小姐 问到这个3035的资源 还有KJ呢 问到这个阳明怎么看 阳明跟资源 待会呢 我们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那你看这个台股呢 今天10月25号嘛 所以台股这个基本上它要过哪里 过12890了 12890也就是说 明天它会 明天十字线会往下移 移到12890 突破12890 才算转强 这是明天的观察重点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我们先来解一下 先来解一下投资朋友的问题 台积电 待会我们来讲一下台积电 先来解一下投资朋友的问题 这个3035的资源 好资源呢 记得资源呢 记得我昨天 有一位投资朋友来问嘛 来问这个资源 怎么样去做观察 怎么样看嘛 资源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这档个我认为还有高点 那你看今天 今天它的走势就是开低 再拉高上去 还是维持一个 还是维持强势 就今天大盘跌190点 它还是开低走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昨天它已经出现了一个 一个什么 它昨天已经先表态上攻了 所以今天就持续在往上面涨 而且今天是带量往上涨的 那这档个股呢 它已经很明显 在这一段盘整的过程里面 它已经慢慢地打出底部讯号了 你看它昨天站到十字均线嘛 对不对 那这里也出现转折三讯号 这里是先做突破嘛 突破十字均线 再来做回撤 回撤没有破低点 再过十字均线 昨天再过十字均线 所以这个低点已经就确认了 所以呢 昨天出现了十字 突破十字均线以后呢 今天再往上面涨 那像这种个股呢 后面要怎么观察呢 那基本上呢 十字均线已经上移到128块钱 明天可能到130 所以呢 像这种个股呢 130块钱十字均线 没有跌破 基本上它还会持续的震荡走高 那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说 最大压力区在这里嘛 最大压力区目前在145块到146块 这边压力比较重一点 这里肯定会震荡 所以到这个位置去的话 如果开始又出现爆量不涨的话 那可能先要卖一趟 但是呢 如果卖完之后呢 拉回量缩了 这档个股 只要十字均线没有跌破 它应该还会再走一波上去 应该还会再走一波上去 因为它这个低档这个地方量 其实已经很明显 有在慢慢的出来 尤其在目前 目前这个行情 你看这目前这个行情 大家都非常非常都觉得 这个盘行不稳 一直在往下面跌 但是资源能够先往上面涨 表示它的股价已经开始 出现一个反转讯号了 所以我认为资源应该还有高点 如果你还有的话你可以续报 你先续报着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 有一个投资朋友问到这个杨明怎么看 杨明 杨明应该很多投资朋友都有了 你看这个杨明 好多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杨明的话 你看这个杨明 最近它基本上 它都没有在破底 它跟整个大盘走势不一样 你看这个大盘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大盘是这样子 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破底 对不对 是不是它一直往下跌 那你看这个杨明 它没有在破底 所以其实它像这个航运类股 你看它最近 它没有在往下跌 表示它已经相对稳健了 它已经相对稳健 它并没有像其他股票这么弱 它已经在那边试图 它要做个打底动作 你看这根K线更明显 因为这根K线 你看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是10月17号 你看10月17号这一天是不是爆亮 爆亮 它这边为什么爆亮 因为这一天呢 这一天它这个地方曾经盘中 它一度是跌破这个前波低点的 你有没有看到 是跌破前波低点的 那么跌破前波低点之后呢 很多人停损卖压跑出来了 因为破底了嘛 所以破底的一些停损卖压都跑出来 但是破底停损卖压跑出来之后呢 结果它出现一个很长的下引线 所以有人在利用破底的时候呢 在做接 在下面低档低接 它利用破底下面低档低接 那这里又出现一次很长的下引线 而且量也跑出来 这里量都跑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低点 56块6毛钱 这个低点 如果近期来讲 持续的守稳在这个低点上面 它应该就要开始做反弹了 它会做个反弹 因为它已经比大盘来的相对稳健了 大盘是持续在往下探跌 当然大盘是因为被台积电拖累了嘛 那像杨敏呢 包括像长龙 其实他们都近期在横盘动作 所以你手上有这些韩瑞股的话 我认为短期间呢 先不要做杀地动作了 杨敏的话呢 你就把风险控制在56块6毛钱 56块6毛钱这个地方没有跌破 我认为它盘整完之后 它应该会开始出现一波反弹波 一波反弹波 因为现在融资都已经减太多 而且我们知道杨敏包 像是长龙 其实今年的获利还算不错 今年的获利还算不错 目前本益比大概都 其实很难用本益比去看 因为本益比大家都一倍左右了 已经跌到这个位置区 其实我认为应该也差不多了 只是说他们盘整只带什么 只带东风了 只带另外一波的什么攻击 攻击波上 攻击量跑出来 所以这档个股我认为呢 你可以续抱着 比较大的反压来看的话 应该这个季线 在75块钱以上 这里才会出现比较大的反压 目前我认为这档个股应该 在目前在那边做一个盘整的动作 盘整动作 好那这两位投资朋友的问题呢 我已经回答了 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问题呢 你都可以直接传上来 好那回归到整个行情 这个行情基本上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台积电 你没有发现到 台电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估 台电我在昨天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它的本益比到十倍了 其实它位置其实是很低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基本面呢 我们要配合技术面 两个相配合呢 这个成功率会比较高 你抓底部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因为目前台积电 它有个问题就在于说 它并不是这个基本面不好 它是因为外资的筹码面 一直在卖超 所以它的筹码面不好 它筹码面不好 那外资不断的卖超呢 让这个台积电一路往下跌 所以呢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去看它的技术面 怎么样出现一个 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底部讯号 那个底部讯号呢 之前我在节目上 已经教过大家怎么看 有没有我说第一个 就是什么样 突破然后回撤 再突破 所以呢第一个呢 台积电你要注意到 你看它这里 是不是有突破这条十字均线 但突破之后呢 它回撤的过程面 它要破底了 所以这个回撤是失败的 那这里呢 也没有站上十字均线 所以这个地方 它就一直沿着十字均线 再往下跌 所以未来呢 基本上台积电呢 它要这个地方 如果要出现一个底部讯号呢 它第一个 一定要先站上十字线 这第一个 那上十字线之后呢 它基本上它会做回撤动作 这里呢 比较难V型反转 它这里会先做一个 突破 一旦突破以后 站上十字线之后呢 你还不能去追 你还不能去买 你要等它回撤 有没有破底点 如果回撤没有破底点 再做第二个突破 那就是一个正式的止跌讯号了 那台电就可以去做买进了 就可以做买进了 所以你看这里也是一样嘛 突破回撤 没有再做突破嘛 所以再破底嘛 突破回撤 没有再做突破嘛 再做破底嘛 所以这个地方 它去了一个突破回撤 再突破 那底部就出来了 那所以说 它虽然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今年赚38块钱 明年基本上再怎么差 也差不多38 37左右 所以目前来讲本业比10倍 那我其实我认为 如果用基本面的角度去看 基本上是不用杀低的 但是技术面 我们要找到一个低点 的一个转折 你要做加码 或是你要另外再次做布局的话 你要等它技术面出现一个转折讯号 那底部的转折呢 我已经刚刚跟大家讲过了 教过大家 你怎么看你应该知道了 好 我们看这个联电 联电就是突破回撤 没有破低点然后再突破 它就是明显的一个 出现低档转折的股票 那你看联电为什么能够涨 台积电不涨 就是因为联电它不是外资卖超的标的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现在台股基本上 台积电在往下跌 一定会拖累到 大盘的指数到往下跌 但是其实有一些个股像联电 它已经没有再破底了 联电我有跟大家讲 我说35块钱本益比大概多少 本益比大概六倍到七倍 其实也没什么好卖的 我认为这边是低档区的 它现在支撑已经提高到37块钱了 所以我认为像这种个股呢 基本上37块钱这个支撑 我认为应该是蛮强的 如果接近到这个37块钱附近 我认为应该站在买方 应该站在买方 那近期这个地方可能会先做整理 因为这里呢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嘛 因为这里前波套牢区在这个位置区嘛 40块钱以上的压力比较重一点 所以它这个可能会先做个震荡 但是37块钱支撑很强 所以近期可能会在那边做个震荡 因为接近到37块钱站在买方 急涨接近40块钱以上 先暂时不要追 联电的操作呢可以这样操作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南亚科 南亚科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说现在你要注意到 有些个股已经跌回到10年线 那南亚科就是最明显的一档个股 那低温最近也因为开始在减产的过程里面 我跟大家讲说低温的报价呢 现在你看到都还是往下跌 但是我已经跟大家讲说 因为减产所以低温的报价 现在会开始进入谷底 然后呢在明年会开始出现转折向上 因为股价会领先基本面反应 所以股价会先涨一波上去 那南亚科就先攻一波了嘛 那你看这个南亚科它现在涨上去 对不对 你注意哦 因为大牌目前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你来看哦 大牌的目前位置在这个地方嘛 这是大牌嘛 那你看这个南亚科啊 南亚科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呢基本上南亚科呢 这档个股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因为它的月线呢 因为它的什么 因为它的股价呢 它的股价是跌回到这个十年线的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了嘛 所以呢 它就先攻一波上去嘛 因为它跌到十年线 再加上减产的关系嘛 所以它基本面其实会开始慢慢的 由谷底翻扬上去嘛 那现在这种个股已经领先打出底部了嘛 这个低点已经先打出来了嘛 低点已经先打出来了 但先涨一波上去 那这种个股呢 你要注意 这种个股拉回要正在买点 那你看最近的这个买 最近投信在买 最近为什么这两个股在涨 你看都是因为投信在买 你看哦 之前这波在往下跌 这个都是投信在卖 那开始这个地方 开始这一波涨一波上去啊 那谁去买的 都是投信反而在买的 所以他们也看到这个迹象了 他们也看到这个迹象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哦 像南亚科这一波拉回 如果接近到这个位置区 投信持续买超 接近到这根大量的低点区 我认为是一个布局的机会 所以这里并不是说 大盘在往下跌 就没有股票可以布局 就没有股票可以买 其实是有 这是你要知道什么样的股票 是可以布局的标的 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 像这个3587的宏康 这一波往下跌 我认为是错杀啦 因为这一波往下跌呢 大家在讲说因为呢 这个美国呢 限制高级的晶片出口到大陆 所以会影响到半导体 但是其实鸿康他做半导体检测的 那么他又做第三代半导体 其实跟那个说 跟美国的那些所谓的晶片的 限制出口到大陆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那他也跟着往下面跌 他也受到这个逆功因素 他往下跌 其实他根本就跟他没什么关系 对公司影响不大 所以这一次他就开始出现一个什么 暴富性的反弹上涨 从这里开始往上涨 112涨到130 这个很明显的 以他今年可以赚9块半 建议到10块钱这个位置区 这个第一只脚 我这我已经打出来了 我这我第一只脚已经打出来了 现在往上涨的过程面 这会开始进入震荡 因为这里开始遇到 这个前波的压力区 这里技术面会开始做震荡 可能会做一个震荡 还有可能会做拉回 但是拉回我认为这个低点区 112块这个低点 是一个布局的机会 拉回我认为是可以找买点的 因为这两个股的本益 业绩还算不错 而且这一次是因为挫杀的关系 所以他先攻一波上去了 那他的走势呢 你看他的走势跟大盘走势也不一样 大盘目前位置在这里 他也是这样持续震荡走上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有一些个股 其实他已经领先见底了 这些领先见底的个股呢 你反而要利用这个大盘 在拉回的时候 你去寻找机会 你去寻找机会 因为这些股票呢 是未来呢 这个行情一旦止稳 一旦出现止跌的讯号的时候 这些股票一定会出现一个 先往上面攻坚的态势 先往上涨的态势 这就是你要去把握获益的机会 现在跟你讲 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告诉你 接一个月以后 你会相信我 你就会看到这些股票 陆续的持续往上面攻坚 包括像6533的这个星星科 这个细致财的个股 大盘已经破底 它还没有破底 那股价呢 这波也是拉回幅度 其实已经够深了 我认为它筹码相对干净 因为融资目前大概2000多张而已 那融券有1000张左右 所以它卷质比也算高的 第二个呢 再加上细致财这一波 也跟这个所谓的 美国禁止输出高阶的晶片给大陆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细致财 他们做的是客户的 客制化的一些产品订单 跟那个美国的制裁 中共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中美贸易战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对它没有关系 反而对它是有利的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个错杀下去 所以近期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两个股呢 你要观察 如果一旦又站回到季线 因为季线目前往上 它目前在那边做震荡 对不对 它也没有再度一个强力破底的现象 那一旦又站回到季线 它又是另外一个机会点 又是另外一个止跌讯号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你都可以特别留意 好 基本上呢 你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LINE 小老鼠WO888 或者呢 持续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呢 请你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跟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节目呢 都会开放时段 给投资朋友来问一些问题 那今天关心 今天时间的关心呢 为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谢谢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色